今天是小年夜花蓮市果菜市场 春节蔬果供应情形还是正常供货 花蓮县蔬菜运销合作社确实掌握了果菜批发市场供销 以确保充分供应民众的年节需求 蔬菜运销合作社理事主席李顺德指出 今年年初气候稳定 农产品的供应量充足 各项蔬菜稻荷量较去年增加约13% 部分不足的品项皆由屏东西部钓运供应 今年我们的所有的供应量都有充益 我们本地花蓮县的农民的 我们整个的农业蔬果的方面 我们供应很充益 平均价在15块左右 所以很便宜 希望大家的县民能够 都购买我们本地的我们安全的蔬菜 果菜市场中的菜摊认为 虽然大家感受春节期间菜价会高 疫情因素大家出来买菜的意愿也明显偏低 平均都有高一点点而已 也不会说太离谱 因为可能这一次疫情的关系 大家可能自己采买 头线也不太敢出来买 所以菜价没有那么高 天气关系也比较稳定 所以菜量比较多 所以应该是还好 现在很便宜哦 现在很便宜 那跟往年比起来的 那时候还有十几块啊 花莲果菜市场总计 春节期间每日到货出菜量约317公顿 蔬菜拍卖平均交易价格约18元 价格及供货量维持稳定 由于气候稳定 到货量较去年增加13% 约13公顿 足以满足春节期间市场的需求 总交易均价下滑到每公斤18元 跌幅约25% 记者凌杰花莲市采访过到